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即将变天 所以北部地区稳定的好天气能够维持的时间也不算太多了 所以要注意这次可能是在中部以北地区 要把握稳定天气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不是 就是这一段期间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那从明天开始 那么中部以北地区也会转为不稳定的天气状况 好 那么今天因为整个的南方云系开始往北移 迎封面的包括了东部地区 还有包括了恒春半岛地区 今天会先转为有雨的天气状况 中央迹象局已经针对像蓝雨 绿岛 发布了大雨特报 所以今天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都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或者是雷雨 那么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那至于中部以北地区 那么还算是稳定 可是这个南方水汽一路北移 可能就会使得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那么中部以北地区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今天西半部地区 那么从北到中 大概都是英时多云的天气状况 降雨几率是20% 那么以北部地区而言 那么白天的温度是22到27度 中部地区是23到29度 那至于在南部地区呢 那么只有屏东县呢 降雨几率是50% 其他的云嘉南高雄降雨几率也是20% 所以呢他都集中在最南部 还有东部地区呢 今天会先转成邮雨 那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23到28度 至于东部地区呢 降雨几率就高达80% 白天的温度呢 22到26度 离岛的金门马祖澎湖地区 今天相当的稳定 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 澎湖地区是23到25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现在已经25度了 台中台南高雄 还有台东24度 宜兰22度 花莲跟澎湖23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 哇那真的是狂风暴雨啊 那么都是中错的 道琼工艺指数呢 开低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大跌了1164点 跌幅高达3.57% 道琼工艺指数呢 收盘是31,490点 而纳斯达克呢 也中错了566点 收盘指数是11,418点 跌幅高达4.73% 标普500指数 大跌了165点 收盘指数是3923点 跌幅4.04% 费成半导体 中错了158点 收盘指数是2907.96点 跌幅高达5.17% 好那么当然这主要的原因 就市场一方面信心 本来就不足 那连准会主席鲍尔呢 其实他在昨天的时候 就已经发表了 他那一番 其实相当鹰派的言论 昨天早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可是呢 在今天的市场上呢 才发酵 那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解释呢 这个鲍尔的这个谈话 好那么林响索及 当然台股相关的ADI 也都是全数下 就跌多涨少的了 台积电的ADR 大跌了2.99% 不过鸿海的ADR 还小涨了0.57% 热光的ADR 大跌了5.73% 联电的ADR 下跌了3.93% 中华电信的ADR 下跌了0.83% 而台股的台子旗的夜盘呢 也大跌了296点 等一下呢 在8.45分台子旗开盘 势必承受极大的卖压 好那么 除了美股下跌之外呢 所有的风险性的投资 全数下跌 油价也下跌 农粮价格也下跌 贵金属也下跌 还有欧洲股市也通通都下跌 反映的呢 其实就是市场上 对于未来衰退的疑虑 极高的成长 这样子的一个情势 好那么这里面呢 原油的价格 纽约油期货价格 下跌了2.8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09.59美元 跌幅2.5%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下跌了2.8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09.11美元 跌幅2.52% 那至于在这个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0.91% 芝加哥小麦期货 跌了3.68% 芝加哥玉米期货 跌了2.28% 在黄金的部分呢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也下跌了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815.90美元 跌幅0.17% 白银的期货跌了0.95% 铜的期货跌了1.43% 把金的期货跌了1.95% 那么这里面当反映的就是 对于未来景气衰退 所以需求会减少 而引导的下跌 而黄金的下跌呢 其实反映的是美元指数再上涨 美元指数呢 上涨了0.54个百分点 来到了103.92%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 当然都下跌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架指数 下跌了80点 跌幅1.07%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77点 跌幅1.2%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下跌了178点 跌幅1.26% 好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以及最新的一些消息 那么影响股市的大跌 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鲍尔德 在华尔街日报直播的 这一个访问当中呢 那么一番谈话 他强调 未来联准会呢 会继续的升息 直到看到通膨率 有明显的 而且是令人相信的证据的下滑之后呢 那么升息才会停止 他还特别加了一段话 他说如果说呢 必须要升息到 一般人所认为的中性利率 以上的话呢 我们也会毫不考虑的要这么做 所以呢 就是 就是会升息 而且就算升息超过了 一般认为的中性利率 2.3% 2.4%之上 才能压抑通膨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 立刻的就把它给降到 升到这个2.4%以上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是这个鲍尔呢 这个他上任以来 最鹰派的谈话 这意味着不只是 6月 7月要各升息量嘛 甚至于在后续的几次开会 他都有可能要再升息量嘛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化解日报的 专人作家叶伟平呢 评估现在的CPI呢 当然在明年呢 是有机会明显的滑落 但是要回到联准会 所设定的2%的目标 困难度很高 按照目前工资上涨的 一个情况 还有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的这个组成的成分 目前的一个情势 以及抗通膨公债利率 表现的一个预期 估计呢即便是到明年 压低了整个的联准 压低了整个通膨 恐怕也都要到4% 所以呢远远超过 这个联准会所设定的 2%的目标 好那么又有一家呢 大型的投资银行呢 那么认为美国经济 可能会陷入衰退 而下调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这个呢是复国银行 他们下调美国经济成长率 而且认为可能陷入衰退的 原因是因为呢 制造业跟服务业的 商业表现活动 普遍的不佳 而且呢 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已经来到了 11年来的新低 消费者的活动 已经普遍受到影响 所以呢 复国银行下调了 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而且认为美国经济 在明年可能会陷入衰退 那么现在呢 已经有高盛 摩根斯坦里 跟美银 那么都已经提出 有可能会陷入衰退 当然他们都不是说百分之百 而是可能比例也不高 25% 35%的几率陷入衰退 可是依照投资银行的作为来看的话呢 这样的预期 其实都要小心注意 另外呢 美国昨天公布的 房地产的 营建许可 还有房屋开工率 都比前一个月 明显的减少 这也反映了 就是房贷利率不断的上升 可能已经影响了 房地产的交易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英国 昨天公布的4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高达9% 比美国的4月份的年增率 8.2%都还要来得高 8.3%都还要来得高 创了40年来的新高 而且呢 他们的民调机构呢 所做的调查显示 89%的受访者呢 对于未来6个月的生活成本危机 冲突感到忧心 86%对于 个人的处境 就是他的收入的状况 要因应未来的通膨 也感到不安 那么已经有 四分之一的英国人 他们要用 节食的方式 就减少用餐的方式呢 来因应通膨 所造成的危机 所以呢 这个对于英国的冲击 相当的大 另外呢 日本 昨天公布了今年第一季的经营成长率 如果跟去年第四季相比的话呢 季减0.2% 折合年率呢 是季减年率1% 出现了衰退 那这个日本呢 他们是用财政年度来计算 他们的经营成长 如果财政年度来看的话 2021年财政年度是4月1号 然后到今年的3月31号 那么好不容易有一个实质的成长 成长2.1% 因为这相对于2020年 大家可以想象 当然是有成长的 但是今年看起来 又有它的压力存在了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粮食价格 会不会因为战争效益呢 那么导致问题更加的严重 那么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他们所做的最新的调查统计 已经有14个国家禁止粮食出口 不是只有小麦 那每一个国家的禁止的项目不太一样 包括了阿根廷 阿尔及利亚 埃及 印度 印尼 伊朗 哈萨克 科索沃 土耳其 乌克兰 俄罗斯 塞尔维亚 图尼西亚 以及科威特 那么你注意到这些国家 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 北非 南亚 还有包括了南欧这些国家 那当然都是受到俄乌战争影响 最剧烈的国家 那么小麦啦 或者是可能很多是属于种子油 比如说棕榈油啦 植物油啦 然后还有包括了一些扁豆啦 甚至于呢 像土耳其 连牛肉 羊肉 那么还有奶油 都禁止出口 这对于全世界的粮食呢 势必造成很大的混乱 那么尤其这里面有很多 其实是粮食很重要的生产国 比如说俄罗斯乌克兰 还有包括了像这一个印度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因为国际股市表现不佳 所以呢 Spec就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上市潮呢 也出现了急剧的降温 尤其在亚洲 过去三个月呢 至少已经有六家 原本要在美国上市的Spec公司呢 他们放弃了在美国的IPO 然后同时呢 也看到有12家在香港已经申请的Spec公司 只有一家开始交易 另外呢在新加坡呢 从今年1月开始的三起的挂牌 完成了之后 之后所有的Spec活动呢 也通通都销声匿迹 可以看得出来 在股市不好的时候呢 这种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模式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叶伦呢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在欧洲的时候呢 呼吁美欧呢 应该要联合来抵制中国大陆 还有这个俄罗斯减少 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 尤其他提到了稀土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外资呢 已经连续三个月 减少持有中国大陆的债券 包括了国债跟企业债 那么四月份呢 减少了881亿元 那么月减呢 超过了一成 因为现在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十年期公债呢 跟美国的十年期公债相比 已经没有这个利差 就相反的还比这个 美国的还要来的少 那么再加上 所以没有利差可言 然后又有这个人民币呢 不见得看好 所以呢 又有汇差的压力 所以呢 就出现了这一个解码槽 要注意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昨天公布的 四月份的70个 中大型城市的房价 那么出现了下跌 这是六年来 首次出现的下跌 那主要集中在 二线城市跟三线城市 不过一线城市呢 仍旧是小幅的上涨 另外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呢 为了提振内需 那么现在计划 六月开始 启动汽车下乡 针对低价车 人民币15万元以下的燃油车 跟新能源车 最高补助5000块钱人民币 那么这个呢 导致昨天的 这个入股当中的 汽车股的大涨 好 入股股的部分呢 昨天呢 其实是涨跌互建的 上证中和指数下跌了 7点跌幅0.25% 深圳城市下跌了22点 跌幅0.2%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上涨了41点 涨幅0.2% 那至于台北股市的部分呢 昨天是开高走高 到最后收盘的时候 大涨了240点 占上了16200点 16296点 涨幅1.5% 不过成交量只有小幅的 2340亿元 小幅的增加 外资呢 回补了111亿元 那么但是呢 投信也是 这一个买超的 不过自营商呢 反而是卖超了30亿元 那么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已经重回到60% 这里面呢 其实传出来 群创跟友达两家面板股呢 会不会合并的传闻 盛销成上 不过呢 这个还值得再观察 休息一下 马上